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半火鍋料入鍋 以大火滾煮跟湯配料 馬上令人想起懷舊畫面 古早年代的菜尾湯 以副科形式呈現 勾起滿滿回憶 但你走進時光隧道的還有 綿密肉泥敲敲敲 扎實填滿整個容器 包覆保鮮膜放進蒸籠 等待過程中 微酸白菜根也蓄勢待拔 主廚勾上薄薄芡汁 湯頭顯得更濃郁誘人 再淋上蛋花天色天味 把蒸熟的大塊肉泥倒扣進碗裡 淋上濃稠羹湯 一抹綠意提升藝術氣息 外表低調樸實 卻隱藏著古早美食的內涵 羹湯鮮甜 肉泥細緻脆口 配上白飯無敵大釣 展現真功夫的投入菜寶 是老闆們的媽媽胖姨 當年在北屯當中 泡塞時大騙天下無敵手的 丘羅菜 蒜黃的老照片 剪不斷親情的連結 還有對美食的記憶 胖姨的Oigina 對愛的料理無法忘懷 決定開餐廳 找回耳食的媽媽味 二姐負責內廠 三姐管理外廠 連來自黑龍江的地席 也來相比 她們幾個小孩 都是很懷念她媽媽的菜 她會經常煮她媽媽以前 就是她覺得印象中很深刻的菜 她很喜歡吃的菜 但是她覺得味道還是有差 或者她也讓姐姐她們煮 但是她覺得 也還是沒有媽媽的味 對 還差還差 為了找回完整的滋味 抗疫的五個孩子 發揮實驗家精神 一世在世 慢慢找到記憶中的味道 甚至把大份量的拌豆菜 蓋成套餐呈現 一個人也能吃 覺得媽媽的料理是真的好吃 然後又是古早味 現在市面上是真的 這種餐廳是比較偏少 所以她們就想說 讓別人也能吃到媽媽以前 那種古早味的料理 幸福的味道 守株同心 就是希望這幸福的味道 不被遺忘